白色羞旅車沿著道路直行 經過路口時車輛慢慢向左偏準備左轉 卻直接撞上對向車道的灰色奧迪 白色羞旅車撞擊後直接向後轉了一圈 整台車側翻搖來晃去 還波及到後方車輛 接著白車開始冒出白煙 前保險桿直接掉落露出車體 灰色奧迪則是車頭全爛前輪爆胎 擋風玻璃碎成蜘蛛網撞 車頭跟引擎蓋都徹底扭曲變形 裡頭安全氣囊也爆開 車尾翹起車身還多數刮傷 這起事故就發生在9月2號早上7點多 桃園中立盛的路一段附近 白車駕駛腿部擦錯傷 奧迪駕駛則是多處擦傷 测視九側 九側值均為零 詳細造勢原因尚待遺清 事故現場車口零件散落一地 撞擊瞬間令人觸目驚心 駕駛們保全自身權益的最重要關鍵 就是行車記錄器 現在新的它有一個叫做事件錄影 事件錄影的話它會另外儲存在 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說它不會蓋掉 原來傳統行車記錄器一直持續錄影 但前面的影片會被蓋過洗掉 而新的行車記錄器感受到強烈撞擊或刹車 會自動將影片儲存在另一個空間 不會因為期限而消失 休旅車當場反覆冒煙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而這台奧迪A3新車價163萬 但車行評估現在撞成這副殘樣 面目全非也只能報廢處理 對於奧迪車主來說 這一撞看來只能跟愛車說掰掰 東山新聞 黃啟動桃園報導